九岁男孩被迫保持这个姿势三个小时一动不动 走远发现 男孩竟被卡在了阳台栏杆上 可令人惊讶的确实 男孩的眼中竟满是对母亲的仇视 而母亲的眼神也在不停地东张西望 似乎在人群中搜索着什么 还好消防员及时赶到现场 第一时间撑起云梯救人 不想救在这时母亲却放开了双手 万幸的是消防员及时赶到 这才勉强拖住了栏杆 与此同时 两名队员及时冲进屋子 冲上阳台抓住了栏杆 可无奈铁栏杆实在太沉 稍有不慎就会伤到男孩的脖子 关键时刻建国想到了主意 先用绳索固定住栏杆 与此同时 用锤子在门框上做个锚点 将绳索捆在锤子上 暂时将栏杆给稳定住 另一边腾出手来的凯莉 第一时间接过队友递来的电锯 准备开始切割栏杆 这边建国用消防符包裹住男孩 避免火花烫伤 紧接着建国便开始了切割 在众人气盼的眼神中 栏杆终于被切断 男孩的头被成功取了出来 可当消防员们准备 将男孩送去医院检查时 男孩的母亲却不愿意 凯莉有点不明白 去医院做个例行检查 不是大家都放心吗 不想女人却异常坚决 说什么也不让儿子去医院 与此同时男孩也表示想去医院 没有办法的女人只好勉强同意 这边众人还在纳闷 孩子母亲的反应怎么会如此反常 不想很快医院里医生给出了答案 消防员这才得知 孩子的母亲有虐童案底 三年前女人的丈夫不告而别 可女人却固执地认为 丈夫就在附近偷偷观察着他们 这才三番两次虐待亲生儿子 试图引起丈夫的注意 而经过这次的事件 警方终于决定剥夺女人的抚养权 将男孩送到社会福利机构 女人也将被送到精神单位治疗 哎 又是一苦命的人啊 关注荣军 带你看不一样的世界